重大紧急案件 派出所所长涉嫌泄露各资给犯罪集团 台版柬埔寨首脑蓝道 甲求职真知境夺走了三条人命 检警查过他的手机 意外发现他和台北市民下路派出所业姓所长 密切联系超过了一年的时间 所长多次的提供各种情资 提醒他们要如何规避侦查 收取贿赂超过了百万元 甚至还自制假的法院交保单 骗取报酬 台北市警察局火速的寄出 两大过将业姓所长免职称处 法院也依照涉嫌贪污 泄密未造公文书等罪嫌 裁定积压境界 所长什么话要说 双手上靠被带上球车 以送看守所积压 他是北市大同分局 宁下路派出所业姓所长 3号一早遭搜索约谈 因为他跟这名嫌犯 这一年多来关系密切 你总共诈骗多少钱 台版柬埔寨首脑蓝道 指挥成员领虐欧打被害人 夺走三条人命 不发索得高达3.9亿 被逮后意外曝光 岳姓所长涉嫌多次提供各种情资 还指点如何规避侦查 涉案明确 而且情节重大 何以一次计两大过免资 监警查扣拦到手机 比对通联跟金流 发现4月7号 他怀疑集团有内鬼 跑去市林分局报案 提供百万现金跟虚拟货币 要求帮忙调查 所长涉嫌向承办分局 谎称自己要共同侦办案件 接着把办案进度 报案人各自通通给蓝道 甚至还自制夹的法院交保单 谎称蓝道底下被逮的 诈团成员很快就能交保回家了 骗取报酬 被涉嫌贪污 泄密 未遭公文输送办 被告犯罪嫌疑重大 所犯是重罪 且有逃亡灭阵及勾创之余 业经法院裁准积压禁件 检检查出业信所长 透过一名女子当白手套 经常送礼给对方 乱到落网之后 两个人担心被波及 还反复杀盘推演 警戒透露 这名所长虽然先前 被前女友指控盗刷一度降调 但她工作能力出众 任职所长表现相当优异 这回设谈还卷进台版简朴这案 会以真相职能灯减掉全面里情 介台北综合报道